你怎么找工作呀 推荐 全靠推荐 你自己去推呀 你看 你看这是我的公众号 我在我公众号里面 做了一个我的简历 我们每过两个月 它自动更新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 你加了一个制片人 或者什么那些老大 我一般加了别人微信 接过去就是一个PDF 所以我发现那个PDF 会过期 它如果没打开的话 哥 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去幼儿园 那个是你写的 对 我早期作品 代表作之一 公众号它是实时更新的 你下次再打开还是新的 当年就靠推嘛 就发朋友圈 就一直就比如说 我今天录的毛巡望 然后就发个朋友圈 让别的节目 都导演看到 我可以 咱们在这个生活类的 节目里面出现 等快播的时候 要播了 要播了 我再发几张 我自己在这 预热的 就比如说 我今天做了个梨堂 是吧 那个梨堂 我得拍个照片 我说你看那天 我做了个梨堂 节目播了之后 自己录屏录卡段 疯狂发 连发三四天 总有人看到说 这哥们能做点这些事 就能再请我去 早年的活都这么拉来的 我感觉他的性格里 是有这种 往前冲一冲 很多事要主动一点 你就像 就说我的代表作 学了下的声音 我当时认识于老师 我咋认识的 我们公司有一个酒会 我看到于老师 我就上去说 我说你好 我是当年参加过快乐男生 然后还会写点歌 之前还有点代表作 这是我的简历 您要不要 我加你一个微信 给你发过去 他看完之后 那可以啊 写过这么多歌 还有听过的 最后就开始找我写歌 写着写着就碰到 一个属于自己的 然后其实好多事 你不推自己一把 没人推你那一把 那我现在 你看我也敢吃碳水 对 他真的是厉害 有活的嘛 敢吃碳水 吃碳水是厉害 但 就是 我怎么问他 这个问题 你可以直接问 我在想措辞 就是因为 大家那一批 吴时一级 很多男孩子出来嘛 比如说 我自己现在过得不好 他可能过得很好 你会刻意 回避掉跟他的 那种 就是我的感触 应该是最深的 因为我当时 我的title 不是叫 快乐男生 07快乐男生 全国13强 第13名吗 但我比较幸运的是什么 这帮哥们 真是发小 就每个人 帮你的方法 都是伸把手 我最难的时候 魏晨直接拿着现金 说你别着急还 改天呢 我想办法 让你还给我 我说你咋想办法 让我还给你 大哥直接给我 接了个商演 打包的 然后我发唱片的时候 当然卖不出去 杰哥 张杰 他买了一箱专辑 这时候我还不知道 最后就听 那个宣传部的同事 那就是杰哥做的 还有声歌 我最不好的时候 我做电台 他来了 声歌来了 艾伦来了 你说的那个 自卑的状态 肯定是有 艾伦为了把我 蹬出去 跟大家见面 自己拿着吃的 拿着喝的 过来看看你 啪 往地上一扔 这东西这两天吃 大家跟我出去 大家拒绝 然后这就还有个 心灵大师 我陪着 他说你 别不好意思见大家 大家是不待见你 还是不见你 你别把一些 善意往外推 万一有什么工作 大家相互带着点 其实我就是 带着带着这几年 就慢慢的就 哎 豪起来了 你比较幸运吧 祝大家友谊长存 哎 友谊长存 虔诚似锦 不凡此生